面对变种病毒来势汹汹 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 目前台北市施打第一剂的覆盖率为46.9% 对于原始病毒的保护力还可以 但对于Delta变种病毒来讲 保护力仍然不足 当然疫苗还是最终解决方案 所以现在我们疫苗已经打到46.9%了 不过这是打一剂的 打一剂大概大部分对这种原始的这种 新冠肺炎病毒还有相当的保护力 当然如果是遇到那种Delta 大概就 大概就没有 不敢说保护力很好 不过对于这种原始还是可以 所以只要边境管制做好 不要让Delta病毒侵入台湾的话 我想再至少先打一剂 已经接近50%了 对于中央宣布开放混打政策太慢 导致有些医护人员都已经打过两剂的AZ 只突立到第二类的政府官员 副市长蔡秉坤认为 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公开数据 其实科市长一直都这样的主张 那现在看到说中央乐意要去开放 可是一开放 提到说一到三类 有70万人左右优先来接种 那第一类的人员又说 我们都已经早就接种了AZ了 所以我觉得最根本的办法就是 中央你就告诉大家 第一类有多少人 第二类有多少人 第三类有多少人 合计70万人 你只要把这个数据公开来 才能够适宜 柯文哲认为国内疫情有慢慢控制住 会请向欧美战略 也就是全部打第二剂疫苗 然后解封不管治 让社会回归正常运作 如果有感染就当作流感处理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